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穷人必穷的原理第四十门课 讲的是人要花时间去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花时间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有什么好处呢 我单准于我个人例子 我个人觉得其实我在学很多东西都太晚了 所谓太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举个例子来讲 我因为太晚学会英语 所以没有去外商公司上班 这个是个缺点 那不然以我的口才 基本上来讲 我那么喜欢英语机器演讲的人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不同的机遇 那第二个部分因为太晚写书 所以出名很晚 我其实是满晚的时候 才把我自己过去心得写出来 然后如果既然知道说 我的书的话有那么多人捧场 那其实当初应该十几岁就来写这件书 然后再来因为太晚教英语 因为基本上来讲因为我都是做资讯 大部分都做资讯主管 那白天做资讯主管 晚上就教电脑 各位知道其实电脑是很夯的 而且我几乎全部都可以教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并没有针对英语 这个东西再做一个教授 那如果那时候我就针对英语 做一个教授 搞不好今天我就可以开一家英语补习班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第一个有钱 第二个会交 那如果说在这过程 我可以掌握很多客户 而且在这过程是成功的 那基本上来讲 我就可以自己走出另外一条路 然后我因为太晚学创业 所以申请不到青年创业贷款 那当然基本上创业最好的一条路 就是通过人家的协助 然后去达到创业成功 又或者说通过不断的资金运作 去达到成功 甚至于我们今天讲的 如果能够贷款到免资金成本的资金 来做努力的话 人生也会很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的总结就是说 我会很多东西的时间都太晚 都失去了这个契机 导致我没有得到应得的利益 但也因为我习惯于花时间 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导致于说我最后 虽然说在职场上 经过很多重陷害之后 我依然可以生活得很惬意和愉快 就是因为我具有多种能力 那也因为我具有多种能力的时候 让我可以在这中壮年的时间 透过这些知识 透过这些能力 来给自己开创出不一样的一条路 所以我常奉劝 就是说穷人 穷人今天基本上 大多数是心里穷 也就是说基本上 连时间都不愿意花挥在学习上 那既然没有学习 当然就知识穷 知识穷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彻底穷了 所以今天只要是穷人 他本身有时间 应该把这个时间用在学习上 而且我们今天强调 是有目的的学习 不是说为了考试那种学习 那本身那种学习是 比较没什么功能的 而且在学习过程当中 一定要能够看到钱 然后才可以看到 你说出现的价值 那我这地方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 就是喜欢举那个李孝来的例子 那因为他那时候做Sales 那公司倒了 那或者说他不能再做 那些盗卖的动作 然后找不到工作 怎么办他很担心 他的朋友就介绍他到 到大都市去教托福英文 那他那时候的话 就到了一个上市公司 就托福补习班大陆的 去教英文 那那时候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其实人家是百般刁难 可是他就是一关一关破 什么叫一关破 很简单 第一个人家说他没有英语专业 或者说人家说他没有到国外去念过书 然后他就去考了一个托福 一个不出国的人 只是为了在托福教书 跑去考托福 这是多有智慧的想法 而且花八九个月 专心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还拿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我们先姑且不论他英文到底好不好 至少他考试考得很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人家在面试过程当中 虽然是有人介绍 可是人家在刁难他的过程当中 说他不像老师 那怎么办 不像老师 那戴户眼镜像老师的吧 他并没有扶袖而去 那再来在教的过程当中 人家对他发音不准 那他就避开了 他叫托福作文总行吧 这些东西就是在告诉人家 就是当你今天这个穷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试去增加自己的 每个小时的赚钱本事 举我个人为例子 早期部分我教的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 像DOS或者Windows之类 可是那时候我就不断的研究 为什么这个讲师费比较高 那个讲师费比较低 后来我发现教SARS 我们讲统计的 统计软体的师资费是最高 一个小时可以拿了一千多块 所以后来 我就储心区率去把这个东西学会 那也间接因为学会SARS 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来讲 然后开始对后面的理论 我们讲多元尺度分析 我们今天讲的是多变量分析的 这种技术有兴趣 然后才去听的周文贤教授 我们今天讲他是在政大台大中心 专门讲计量经济 讲多变量分析 跟时间序列的老师 然后去旁听他的课 才让自己对行销有一个雏形的认识 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市场调查 那这部分书我是还没有写出来 但是也算是我个人的心愿 所以我鼓励各位 一定要试着去花时间 去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尤其在今天台湾图书馆 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预约的话 你想学什么知识 或者你想拿到哪本书拿不到 人家都亲自送到你家门口来了 那你还不学 那你就万一你这一辈子穷 那你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制裁法派这本书 谢谢 谢谢 options 谢谢观看